这台掌机可能是世界上最奢华 设计的最漂亮的 Gameboy 它的名字叫做Analog Pocket 售价219美元 折合人民币1600多 还是没有算黄牛价的情况下 这个小东西一发售就断货 它之后其实还陆陆续续出了 非常多不同的配色 不同的材质的版本 也都是一发售就断货 之前我买PlayDate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下定决心要买它 直到2024年 我终于决定买了 而且不止一个 我一下还买了俩 白色 透明蓝 夜光的 分别花了我2000多 3000多和4000才买到 透明蓝这台看起来也非常的漂亮 它的idea应该就是致敬的 这个Gameboy Pocket 我真的很少见到 有这种质感的透明色 看起来非常的艳丽 哎呀 看来贵是有贵的道理 夜光的这台 我其实看中的是 它的这种奶奶的绿色 我觉得这种薄荷绿太可爱了 黑头瞎火的看起来还是能看到一丝 悠悠的绿色的 要不是它们看起来都各有各的美 我是不可能花4000买这么一个GBA的 而且明明复古掌机这么多 手机也可以玩模拟器 为什么非要花大小钱买这么一个东西呢 当然是因为好看了 以及它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特点 Analog Pocket并不是模拟器 而是一台使用了神奇技术的游戏机 让它可以直接插真正的卡带运行游戏 Amazing 先看它的外观 造型上很明显是致敬了最远祖的Gameboy打砖头 按键的大致布局 还有背面插卡带的位置 还有这些横条的触摸的手感 基本上就是完全致敬了Gameboy 但其他的部分是完全的现代的重新设计 比较明显的不同是按钮这边 十字键还是保持了 不过AB按键直接扩充到了四个 你会发现A和B两个按键是凸起的 另外两个是凹下去的 这个设计实际上是致敬了SNES的按钮 底部的三个按钮除了Select和Start 中间还会多一个Analog Pocket的按钮 正面看它的按键布局是非常简约现代的 排得非常整齐 背面卡带槽的上方还有两个尖键 这些多出来的按钮是允许我们不止去玩Gameboy的游戏 它还可以玩其他的游戏 阴亮键小小的放在了这儿 就像一个小药丸一样可爱 还有这个开机键 哦我太喜欢了 它整个全身都是白色 只有这一点是绿色 按钮上方两侧就是扬声器了 它左右两边都有扬声器 它是立体声的 非常现代 另外还有一个很现代的 就是这块屏幕 这是一个IPS屏幕 然后它的分辨率正好是原版Gameboy的10倍 也就是说它是100个像素去还原原版的一个像素 这个显示效果就可以非常精确 非常完美 Analog不是我们常见的软件模拟器 它是一个硬件模拟 不仅可以插原版的卡带 而且它们原版的一些功能也都还原了出来 就比如这儿 这是一个Gameboy Link的口 理论上我只要有连接线 然后多份卡带 我就可以实现和Gameboy 甚至是和GBA一起联机玩游戏 这种硬件模拟能力实在是太神奇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把它打开 看一看玩游戏是什么感觉了 这些就是我今天准备的卡带了 有好几个都好贵的 比如这几个合说权的 每个都要1000块钱以上 这两张也是正版 这个是Gameboy原版的卡带 这个是一个有陀螺仪的 然后这两张是做工非常精良的盗版卡带 完美中文珍藏版 好 我们来开机看看 Analog原生可以玩Gameboy GBA GBC的游戏 它后面这个卡槽还可以通过一些转接键 去兼容一些其他游戏机上的卡带 我们先试试Gameboy游戏 芝梦档 这个屏幕太漂亮了 真的好艳丽啊 太好看了 我们来试试GBA游戏吧 塞尔达传说缩小梦 因为我通关这个游戏是在手机上 用的Delta模拟器 这也算是非常正式的补票了 好漂亮的画面 我觉得比我在iPhone上面玩的感觉要好很多 尤其是它是有实体的按键的 哇 这才是原汁原味的模拟 还原啊 运行正版卡带 天哪 太激动了 盒子上面还写的是 开玩笑哦 这个画面的比例啊尺寸其实都可以调的 这也是这台机器很现代的地方 放大放大放大 好解压 好多设置哦 另外它有些显示模式可以调 按住analog键 然后按左右 哎 你看画面的色彩就改变了 这是现在analog GBA的色彩 非常艳丽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 好 这边写的是原版GBA LCD屏幕的颜色 是比较暗淡的 上面会出现竖着的扫描线 还有一种 这个是原版GBA SP101 稍微亮了一些 就这么三种 现代的机器 还有一些现代的功能 比如即时存档 理论上这些卡带游戏 存档都是存在卡带里面的 但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把存档 存在这台机器里面 再也不怕存档丢失了 那凭什么复古掌机那么多 就end of pocket 可以还原原版的卡带呢 为什么这么神奇 这个时候就可以关注一下 掌机左下角 这有个小小的标记 上面写着FPGA 意思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听着是挺玄乎的 其实它的名字 很好地解释了一切 FPGA芯片里面有一堆门 与非门什么的 这些门的连接 可以通过编程随意改变 现场变身成好几种 完全不同的芯片 也就是说FPGA就像一个百变怪 可以在电路板层面 模拟成不同掌机的芯片 在硬件层面上面 模拟会有几个好处 一个就是它的输入延迟会更低 还有一个是 软件模拟很多时候是不准确的 但是硬件模拟就可以做到更准确 更加忠实的去模拟 比如SNES上的这个游戏 开头的Good Luck字幕是滚动的 开始游戏之后 飞机的下面还有影子 开发者巧妙地利用了 CRT电视的扫描原理 来实现这些效果 如果我们试一下软件模拟器的话 就会发现标题显示是不对的 影子呢也没有 而Analog Pocket就可以非常完美地显示出来 这样的情况虽然不多 但也确实是存在的 还有一些情况是只有硬件模拟才可以实现的 比如说去运行一些非常特殊的卡带 比如这个Game Boy Camera 把它插上 厉不厉害 厉不厉害 把后置摄像头改成前置摄像头就可以自拍了 自拍咯 太好玩了 再试试别的 比如这个娃里奥制造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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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白屏了呢 怎么读不出来呢 再来一次 好嘞 哦 吹吹真的有用啊 哦 看到没有 还有陀螺仪哦 有有有有 肚小猫 虽说手机上的模拟器 也可以通过手机自带的陀螺仪 去玩这样的游戏 但是这个很不一样哦 它用的陀螺仪并不是机身上的 而是卡带上的 看到没有 就在这里 可以说这才是这个游戏最原汁原味的版本 你还记得我一开始说的这个Game Boy Link的口吗 我们现在可以真的来试一下 用它和原版的Game Boy Pocket连击 我买了两份经典传世佳作俄罗斯方块 然后找来这么一根线 把它插上 2P 试试 哦 然后就可以对战咯 看到没有 好神奇啊 天呐 原版机器和模拟器可以联机玩 这太妙了 就是一个人有一点操作不过来 这马里奥就赢了 如意地哭哭 太可爱了 说起正版玩法 你还可以玩盗版的游戏 比如这个宝可梦 如果你想破解玩ROM 也是非常容易的 SFC级以下的所有主机都可以模拟 只要放进Micro SD卡里就可以了 Analog Pocket 它实在是太漂亮了 颜色 造型 线条 材质 每一个都戳在我的心巴上 不过它的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贵的 因为它使用的FPGA技术 是非常昂贵的一个技术 光是这个芯片就要有70美元的成本在 已经比一个开源复古掌机整个要贵了 整体看下来是收藏价值远大于使用价值 整个体验的过程当中最让我震撼的 当然就是联机的时刻了 这什么现代和过去的对话了 我的天哪 感动了甚至都 而且如果真的要论精良来买的话 现在你要到市场上去找一块IPS贴合屏的GBA 它的定价也会达到1000块钱 所以我觉得Analog Pocket的原价是比较合理的 只不过这个黄牛价实在是太离谱了 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说在上面去重玩一些老游戏 是一种认认真真的补票和补课 这种怀旧才是有仪式感的 考虑到旧主机会停产 旧的专门的芯片也会停产 市面上能够运行的机器数量只会减少不会增加 硬件模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为老游戏卡带续命的方式 最后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喜欢这种来自现代的缅怀吗 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留下三连哦